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我們現在所講的是在講財務預測 那所謂財務預測呢 其實就是一家公司可能根據他未來成長的需求 他必須要去預測未來 為了支應這個成長的需求 他需要配置多少的資產 那當然他也要計算一下 當這個成長的需求如果達成的話 那我們公司可能在負債的方面 或是在業主權益的保留盈餘方面 會有多少的成長 那對於一個成長中的一個企業來講 理論上他為了支應成長所需要的資產配置 應該會大於他自然而然所產生的 取債的容量跟保留盈餘的增加 所以因此我們就會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些外部資金的一個需求 那各位只要想想看說 那個明年呢 下一個會計年度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資產 那在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 就是增加的量 然後呢我們在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 只會增加某些負債 跟只會增加保留盈餘 某些數字 那理論上如果說我們所需要增加的負債 資產大於所增加的負債跟保留盈餘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 的數字會大於資產負債表右手邊的數字 那因此呢 你的右手邊就會比較少 右手邊的是負債跟業主權盈 那理論上你就要補足 讓他跟左手邊的數字一樣 那補足的方法當然就是你去籌資 就是你在下一個會計年度需要增加負債 或是增加股東權益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計算出來一個外部資金的需求 那你外部資金的需求可以用短期負債 長期負債 或是新的股東權益 也就是發行新的股票的一個資金 那所以呢 我們的財務預測的步驟呢 大概就是 白紫黑字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程序就是說 第一個 你當然要預測一下銷售 或是你要去設定一下銷售的目標 那有些是由下往上 有些是由上往下 就是有些是由高層設定 銷售成長的目標 然後我們的經理人員才去想到 我如何達成這個銷售目標 那有些是由下往上 就是由經理人員 他自己根據他自己的產品線 或是根據他自己的估計 然後 他認為需要有多少的成長 認為他需要有多少的資產需求 然後就往上承報 然後匯眾以後 才得到一個銷售成長的數字 但anyway 因為這個課程我們大概 比較著眼鏈是在財務預測方面 所以有一些是其他部門 所應該是做的 比如說預測 預測多少的銷售額度 預測多少配置資產 那這個東西 我們很可能就是很簡要的講過 那所以呢 第一個要銷售預測 那第二個呢 要支應這些銷售預測 要有多少的資產的配置 然後再過來呢 那我們也要去 財務部門的人也要去估計一下 如果明年我們這個新的銷售水準 那我們應該有配置多少的負債 因為有些負債是會隨著 銷售水準的增加和增加 比如說應付帳款 那這些的容量 你就要把它估計出來 那當然呢 我們也要估計一下 我們自我產生的一個保留盈餘 如果在新的那個銷售水準之下 保留盈餘是多少 保留盈餘也是下一個年度的 資產負債表 右手邊 它會增加的量 OK 所以你要把資產負債表 左手邊應該增加多少 資產負債表 右手邊會增加多少 各自算出來 然後呢 我們兩者相減 兩者相減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資產的需求 大於我們的負債跟業主權益的增加量 那你應該就必須要想辦法去籌措 它的不足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資金的缺口 那資金的缺口當然就是由外部去籌目 你大致上可能做的幾個方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跑到銀行 去借所謂的一個周轉金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去增加所謂的應付票據 應付票據 那第二個呢 你當然也可以去舉借所謂的長期負債 長期負債 然後第三個呢 你可以發行新的普通股 發行新的普通股 所以呢 你就要預測 資業所有可能的一個外部資金的來源 那當然 這會有一些決策必須要去做 因為 你如果光光靠舉债的話 舉债程度會不會過高 那你如果發行新股的話 那會不會說發行新股以後 然後造成我們的每股盈與EPS變成太低 那這些因素都要去考量 那考量你就會決定一個籌資的方式 那決定籌資的方式以後 那我們就要把明年的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 就預測出來 對不對 因為損益表當然很容易預測啊 那就是你有新的銷售水準 依照你過去的那些成本比率啊 然後 遇照 水益表的方式就把它算出來 那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整個程序 所以應該 到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當我們如果做完財務預測以後 那你下一年度的資產負債表跟水益表 自然而然就會出現 那出現以後 你當然就要去計算一下 這就是明年財務報表長的樣子 至少以目前的一個資訊來講 它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長成這個樣子以後 你就要計算一下 它的財務比率 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因為理論上 我們通常會想說 這個 我如果銷售成長的話 那理論上我的財務績效 各方面的績效 要看起來都要比現在要好 我才去做這個成長 那所以呢 你要check幾個東西 第一個 當然是局債比率方面 因為通常來講 你要高度的成長 一定要大量的舉債 那如果大量舉債的話 它會不會超出 你原先想要的舉債的範圍 那第二個呢 當然你要計算一下 一些財務的一個獲利方面的能力 有沒有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你這次的成長 牽涉到要用很多的普通股的 新的普通股的發行 那你就要看一下說 那你的那個稅後盡力成長的幅度 跟你那個 流通在外的股數成長的幅度 會不會相match 因為你至少你會希望說 我的EPS 不要說成長以後的EPS 比成長之前EPS要低 那所以 這些東西你很可能就是要去算算看 那EPS呢 當然很多的投資者 認為每股盈餘跟股價會有一個一定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如果說 你計算完了以後的每股盈餘是比較高的 那顯然就是說 會有蠻大的一種可能性 你的股價就會比較高 那當然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那我們的成長可能還是比較有值得去做的一個動機 好 那我們必須要很簡單的來講這個銷售預測 因為這個銷售預測 本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好 我們舉例來講 各位想想看 台灣的一家蠻出名的企業 他叫華碩 那華碩最近 他有做了一次企業的分割 做的企業分割 就是把一些代工 把一些品牌 把它分開掉 但是如果說 華碩還沒有分割 這兩家企業之前 他事實上企業做的 做的產品線 就非常的複雜 各位知道華碩做什麼 華碩有做電腦 有做上行電腦 有做Notebook 有做手機 那手機有傳統的手機 跟智慧型的手機 那他有做平板電腦 對不對 那每一種 每一個大的部門 他都有很多的產品線 很多的產品線 可能 今年就會結束掉 因為他們的 很多的產品的壽命 產品壽命 事實上是蠻短的 賣的不好的東西 他很可能以後就不賣 對不對 所以光手機 你光Notebook 都有好幾種不同的類型 有高價位 中價位 有一些是代工的 有一些是品牌的 對不對 那有些產品線很可能 今年才會出來 有些產品線很可能 今年會結束 好 那你今天就任何一家 任何一個產品線的產品 你想去預測 他明年到底有沒有成長率 都很困難 更何況說 一整家公司 他有包含很多的產品要 要上線 很多的產品要退出 然後還加上 其實華碩當初 也有做一些零組件 華碩的主機板 華碩的一些代工的一些原件 那這些東西如果說 拉拉雜雜 很可能數十項 或是上百項 每一項都要去做一個銷售預測 然後再把它統整起來 所以 他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 那因為銷售預測 不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重要的一個coverage 那他大致上 應該去做銷售預測的 應該是業務部門的人 他當然要考慮到市場方面的一個 需求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簡單的帶過 他事實上是還蠻難做的 蠻難做的 那我們在做財務預測 我們就假設說 公司已經有一個 共識性很高的銷售預測 銷售的成長比率 那有這個共識性很高的成長比率 跟資產的配置需求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再去做 我們的一個財務預測 那我們現在呢 會介紹兩種財務預測的方法 一種是比較簡便性的 那一種當然就是比較完整的 那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完整的一個財務預測上面 但是我們都還是要 從基礎的財務報表開始講起 那我們這個財務報表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財務報表 那我們這邊就用2001年的 一些實際上的數字 那我們想去做2002年的財務預測 也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是在2001年的年底 那這個簡單的資產負債表呢 它這個現金是2000萬 應收賬款兩億十千萬 存貨兩億十千萬 所以總共流動資產是5億元 那我們的固定資產是5億元 所以總資產總共是10億元 那我們的負債跟業主權益呢 我們的應付賬款跟應濟負債是1億元 應付票據是1億元 所以我們總共流動負債2億元 長期負債呢1億元 我們的普通股 股本5億元 保留盈於2億元 所以我們的負債跟業主權益加起來也是1億元 這是資產負債表的部分 那我們損益表的部分呢 2001年的損益表 我們的銷貨收入20億美金 我們的銷貨成本 銷管費用 銷貨成本是12億 銷管費用是7億元 所以我們的稅息前盈餘EBIT就是1億元 那我們的利息費用是1600萬 那注意一下喔 這1600萬事實上是上一頁 所以我們有兩個負債是需要繳利息的 一個是應付票據 一個是長期負債 應付票據是跟銀行借錢 長期負債也可能是跟銀行借錢 或是有其他方式借錢 但是Anyway 就是我們應該繳利息的錢是2億美金 那這一家公司它假設它 不管是應付票據或是長期負債 它的利率都是8% 所以我們這邊的利息費用是1600萬 那所以呢 我們稅前盈餘就變成8400萬 那我們假設所得稅是40% 那交掉3360萬以後的稅 然後就會變成5040 所以我們的稅後盡利是5040 那這個數字注意一下 這個5040事實上是我們 稅後盡利率是2.52%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個數字 那我們的稅後盡利呢 當然可以發放股利跟保留盈餘 那我們發放30%的股利 那我們的保留盈餘是35.28百萬 那這35.28呢 已經包含在我們剛才所看的 資產負債表的那個 我們的保留盈餘2億美金裡面 因為它是先結算損益表以後 才會有新的資產負債表出來 那這是我們2001年的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開始來進行我們的財務預測 那我們說我們要介紹兩種approach 第一種approach呢 就是簡單的 簡單的去計算 說我們如果要達到 我們預計的銷售水準 那我們應該配置多少的資產 然後我們要計算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銷售水準 所以我明年的負債會有怎麼樣的改變 然後呢 我明年會有多少的保留盈餘 我們都把這些東西算出來以後 那你看一下 我的左手邊 資產增加的量是多少 我右手邊 我的負債增加量跟保留盈餘的增加量是多少 那如果你的左手邊大於你的右手邊 就代表你明年需要去增加你資產負債的右手邊 才能讓它平衡 那所以呢 我們就計算出來那差額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所講的例子 可能會比較傾向於 就是說你需要的資產大於你可能產生的負債跟業主權益 對不對 那 會不會有一種狀況之下 你算出來的負債的增加跟業主權益的增加 就是保留盈餘的增加 會大於你的資產需求 理論上會 你如果成長比較緩慢的公司 那成長緩慢 如果說前期成長很高 然後現在成長比較 需求比較緩慢 那各位要知道其實我們 在這邊當然是強調所謂的 資產負債表的概念 但是在真正的企業營運來講的話 你會知道說你的 折舊會帶來現金流量的一個加項 那資本支出 會是現金流量的減項 那如果說有些公司 比如說像我們強調的 那個亞馬遜網路書店 那亞馬遜網路書店 他之前的投資非常的高 以後的成長需求可能相對起來比較少 那之前投資就會產生很高額的折舊費用 對不對 那所以他的現金流量就非常的充沛 那當然如果表現在資產負債表上面來講的話 那個現金流量的一個概念 事實上是不太會出現在這裡 但是你應該也可以感覺得到 如果說到一個成熟的一個企業來講 他賺的錢還蠻多的 但是他成長的需求比較小 所以你非常有可能 你的資產負債表 右手邊所增加的量 大於左手邊所增加的量 那就會變得怎麼樣 就變成你現金會變得比較多 因為當你的那個保留餘餘 我們通常賺的錢 是會用保留餘餘呈呈現出來 你如果增加的保留餘餘 大於你資產所需要的需求的話 那這些大出來的數字 很可能就會用現金 或是比較流動性的資產 呈現出來 OK 那所以呢 我們理論上 第一種approach 就是很簡單的去計算一下 當我們有一個新的銷售水準的時候 那我們的資產的額度應該是多少 我們的負債跟業主權應該是多少 那如果我們計算出來 有缺口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計算這個缺口的大小 OK 那這是比較簡便的一個方式 這個簡便的方式其實並不完整 不完整的原因我們在講 下一個approach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了解 因為它只是幫你算出來 你的資金的缺口有多大 可是你這個資金的缺口 到底要用負債或是用業主權益 它事實上對我們的財務報表來講 是會有影響的 比如來講 你如果說 你的資金的缺口要用舉債的話 用舉債的話會不會改變你的財務報表的數字 會 為什麼會 因為舉債的增加會不會引起利息費用的增加 會吧 OK 如果說你是用發行新股來支應你的資金缺口 那你對損益表來講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但是你在計算 類股盈餘很可能就是會用 必須要用到比較高的流動在外股數 所以你如何去籌資其實會影響到你財務報表的結果 那在第一個approach裡面 我們只是計算出來資金的缺口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淨市值 因為我們等一下其實在講第二種方法的時候 就會發現就是說 你用不同的融資方法 跟你所需要去籌資的樹木的大小 可能會產生小幅度的差距 也就是說 你用不同的籌資方法 你要籌資的額度就不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再詳細來講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比較簡單的approach 那這邊我們要去做一個假設 第一個 我們要假設我們的產能應用率 是百分之百 OK 然後 我們先把我們的假設講完 然後再講說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要怎麼樣 第一個我們假設產能應用率就是高達百分之百 那所有的資產跟銷貨呢 會成同比率成長 OK 所以應付賬款應付負債呢 也會跟銷貨成同比率成長 然後2001年的淨利率跟苦力發放率 我們假設維持不變 我們假設說 我們2002年 我們的銷貨會成長五億美金 我們2001年的銷貨事實上是二十億美金 那我們如果成長五億美金的話 代表我們銷貨成長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好 那這邊為什麼我們第一個假設 要假設產能應用率是百分之百呢 如果我現在的產能利用率不是百分之百的話 那我有某一部分的消貨成長可以利用現在的產能應用率 對不對 如果說我現在的產能利用率只有六成 那我的消貨成長假設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所謂的產能利用率是指固定資產的部分 所謂固定資產呢 它是因為比如來講 你如果說是要製造一些商品 那有機器設備要排成要排進去 那如果說你現在的產能利用率只有六成 那你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消貨 那在固定資產方面來講 你需不需要再額外投資 不需要 所以你的固定資產仍然就可以不增加之下 你就可以cover你的所謂的一個銷售的成長 那這是固定資產的部分 那流動資產呢 因為我們認為流動資產是隨著銷貨的成長而成長 也就是說流動資產 那一部分來講 不會有所謂的這個產能利用率不足的部分 或是那個 你有額外另外再去監製一些什麼安全存量那一種 我們假設那些都不存在 我們假設說我們有多少的存貨 就是因為我們有多少的消貨 那所以呢 如果產能利用率不到百分之百的話 那理論上呢 你固定資產 當然他還有兩種case 有些說 如果我現在產能利用率是百分之九十的話 那要怎麼辦 如果產能利用率是百分之九十的話 那你消貨成長是百分之二十五 那你有百分之十的部分 可以用現有的產能 可是你還是額外 要去增加百分之十五的規模 OK 所以他的固定資產的成長的幅度 事實上就不用到百分之二十五 OK 那當然你如果說 產能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的話 那固定資產 事實上是可以完全不用去增長 OK 他用現有的產能就可以 但是呢 流動資產 就是存貨跟應收賬款的部分 他理論上還是要隨著 消貨的成長和成長 OK 那所以大致上會有這樣的不同 但是我們這邊呢 為了簡化極限我們只是講 這個產能利用百分之百的狀況 因為這個公式就會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OK 好 那所以呢 你就把它想像到說 這個我們是一個seventh-day 的case 那我們假設我們現在所有的電都是 Fully functional OK 所以我們如果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產能 那我們就必須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電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每家電 有多少的固定資產 那有需要增購多少的流動資產 那我們假設說 我們過去都有經驗了 每一家分店呢 大概要需要多少的固定資產 增加多少的流動資產 我們大概都有那個現成的數字可以用 所以呢 你如果說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消貨額 那你大概很快就可以估計出來 我們需要添購的資產是多少 那當然有很多的產業不需要一對一 但是我們這邊就假設說 我們消貨的成長跟資產的成長是 成同樣的比率 好 所以我們下面就會有一個公式 我們下面會有一個公式 就是叫 Additional Fund Needed 叫做 那個 你需要額外的多少的資金 額外的多少的資金的需求 那我們這個公式是怎麼樣呢 我們這個公式是說 好 我們在去年 產能應用率百分之百的狀態之下 我們的 我們的資產 有哪些資產是會跟消貨的成長而成長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公式 我們第一個部分是算 我在現有的成長的模型之下 我如果消貨成長要五億美金的話 那我需要增加多少的資產 然後第二項的話 我在現有的規模之下 我需要增加多少的 我如果要增加五億美金的 那個消貨額的話 那我會增加多少的負債 那我的第三項呢 第三項就是說 在新的消貨水準之下 我會產生多少的保留盈餘 所以我這邊的三個項目是說 在新的消貨水準之下 然後我會需要多少的資產 我會產生多少額外的負債的容量 然後我會產生整年度多少的保留盈餘 所以資產的增加 減掉負債的增加 減掉保留盈餘的增加 那所以是算出來就是資金的缺口 那這邊的A star跟L star呢 A的話是資產 那A star呢 就是會隨著消貨水準增加而增加的資產 那我們剛才有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產能應用率是60%的話 那這個A star的話呢 就只有是流動性的資產 因為固定資產就不會隨著 消貨的水準增加而增加 那我們這邊是假設 100%的產能應用率 所以我們這邊的A star是所有的資產 都會跟著我們的 消貨的水準的增加而增加 那L star呢 是我們的 會隨著消貨水準增加的負債 那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只有 應負上款跟應計負債 我們就假設這兩項 是會隨著消貨的規模 增加而增加 好 那各位一定會看到一個 稍微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的前兩項是用 消貨的 消貨的 增加量 可是我們的第三項 我們是用S1 S1的話是新的消貨水準 那各位要知道 因為我們的資產負債表 是一個存量的概念 OK 存量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現有的資產跟負債 是支應我們現有的消貨水準 那我明年的消貨水準會增加的話 那我要增加配置多少資產跟負債 就以消貨 成長的幅度 來配置我們的 需要的資產跟負債 可是呢 我們的保留盈餘 我們的保留盈餘是一整個年度的保留盈餘 OK 是新的一整個年度的保留盈餘 它的計算是由我們的損益表 我們的損益表 是一個流量的概念 所以我們由損益表 本來就是一個流量的概念以後 所算出來的東西就是 是我們這一年度保留盈餘的增加量 所以你要記住喔 背公司的時候注意 第一個是 第一項跟第二項是 乘上我們的Sales的增加量 那第三項的話 我們是完整的是S1 OK 那我們來看一看 依照我們現有的資訊 我們2001年呢 我們消貨額度是多少 是20億美金 對不對 那我們的資產額度是多少 是10億美金 也就是說 我們的 10億美金的資產 總資產10億美金 然後我們產生了 20億美金的銷售 所以你看 1塊錢的資產產生2塊錢的銷貨 那我如果問你說 那我明年要增加5億美金的銷貨量呢 那我要增加配置多少的資產 就是2億5千萬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需要2億5千萬的資產 因為1塊錢的資產會產生2塊錢的銷貨嘛 那我明年如果要增加5億美金的銷貨的話 那我今年的資產配置就是2億5千萬 OK 2億5千萬 因為1塊錢對2塊錢嘛 那第二個 取債增加的幅度 我去年的 2001年的銷貨是20億嘛 但是我的 應付賬款跟應計付債只有1億 也就是說我20億的銷貨額裡面 那我只需要用1億美金的一個負債的規模 就能支應20億的一個銷貨的額度 所以它的配置比率是1 20分之1 那如果我今天要增加5億美金 就500個Million的一個銷貨額的話 那我的 取債的容量自然而然可以增加的那個 那個取債的額度有多少 就是500乘上20分之1 就是2500萬 所以我的取債會增加2500萬 那應付不要據的部分會不會自然而然增加 不會 應付不要據的部分 除非你跑到銀行去跟銀行講說 我要跟你多借錢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有一些銀行 會跟你簽訂一些所謂的信用額度 信用怎麼樣 那你如果去跟他申請 他可能會額準 但是呢這個東西不會說 是在你未經申請之下 你就自然而然會增加 因為他有一定的程序要做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只算 應付 賬款跟應付負債的部分 他會隨著你的消貨的規模 增加而增加 OK 好 然後呢 我們當然要算一下 我們今年所產生的 保留銀魚有可能多少 那今年一整年呢 保留銀魚理論上是由我們的消貨額度 我們的消貨額度是25個 25億美金 就是原先21加上5億美金 25億美金 那25億美金呢 我們說我們的淨利率 我們是根據那個2001年的 5040萬相對於那個 20億美金 我們的淨利率是2.52%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我們的淨利率是2.52% 所以2.52%乘上25億美金 所以呢 理論上我們應該有 大概有 六千多萬的 六十幾個明年的 大概六千三百萬左右 一個稅後淨利 然後呢 我們又 有百分之三十的 鼓勵發放率 所以我真正會產生的保留銀魚 就只有 稅後淨利的百分之七十 大概是四十幾個 Million 四十幾個 四十五、四十六個Million 然後相減之下呢 你會發現呢 我們所剩下來的 資金的缺口 因為我們需要 二十五億的 資產的增加 是二十五億嗎 二十五億 對 二十五億的 資產的增加 然後呢 可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負債的增加量 就只有 兩千五百萬 然後呢 我們 保留銀的增加量 大概就只有四十幾個 Million 就是四千多萬 所以呢 我們需要的那個 應該是兩億五千萬 不是二十五億 對不起 兩億五千萬 減掉 兩千五百萬 然後再減掉那個 四千多萬 所以我們還需要 一億 八千多萬的一個 資金的缺口 所以我們是利用 我這個新的銷售水準之下 所應該有的資產規模 那所以我資產增加量 應該是多少 然後我的 負債的增加量 會是多少 然後再考量 保留銀的增加量 那我就可以很 快的就算出來 我的一個 資金的缺口 大概是一千八百多萬 不是一億八千多萬 OK 那這只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 approximation 是一個概要的一個數字 那理論上你在做財務預測 這個財務預測呢 也沒有必要去做到支出比較 因為明年還沒有發生 然後呢 你如果真的要提前去籌措資金 或是估計一下資金所需要的一個水準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 如果說這次我們算出來的數字是一億八千多萬 那你如果是財務經理人的話 那財務經理人通常會做的不會就是說 喔 我算出來就是一億八千零九十萬 那我就想辦法去跟銀行 或是跟哪邊就是千個月就借一億八千零九十萬 支出比較 通常不會如此 因為我們會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做很多很多的估計的時候 完全沒有辦法考慮到明年真正會發生的狀況 OK 所以我們有可能的做法 我們很可能的籌資就是會比 我們的需求稍微大一點 如果這是我算出來的數字 我很可能會去設定一個籌資的規模 就是以兩億美金 兩億美金為主 那兩億美金 就一定會夠嗎 其實有可能還是會不夠 OK 但是如果說有可能不夠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用臨時性的一個融資 跑到銀行去簽個比較緊急的 額度可能不大的一個信用貸款 或是怎麼樣可以支援 所以也不是說我一定要借到夠 我們大致上就會取個安全的一個容量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去籌資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如果給你的只是一個幹藥的數字的話 我想大概就足夠了 因為我們說沒有辦法一定要很正確 對不對 因為明年的消貨合度 是不是一定就如同我們所講的 就是那麼多 或是我們的資產的配置 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一比一 這其實都會是跟現實會有點出路的 所以他只是讓你知道一個大概 我們大概的一個資金需求是多少 那所以財務經理人的話 真正融資的計畫 只是會拿這個數字來當作參考 因為他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這之所以會是一個大概的數字 就是說他並沒有考量說我們融資的種類 因為我們的融資的選擇 會影響到我們真的需要融資的額度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approach 下一個approach就是預測財務報表 預測財務報表 那我們這邊就有一個方法叫做銷貨百分比法 那我們預測的財務報表呢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是說我們就依據 我們非常有可能會採用 我們在2001年 我們的損益表跟資產負債表 他跟銷貨數字 讓他跟銷貨數字成一定的關係 然後呢我們如果說我明年的銷貨稅的 變到什麼一種程度的話 那我明年的損益表跟我的資產負債表 就會長得什麼樣子 OK 那我們基本上會假設我們的所有的損益表的數字 跟銷貨的關係會延續到2002年 比如我們剛才有在這邊有做了一個 一個實際跟估計 我們2001年的時候 我們的銷貨成本是60% 銷貨 銷款費用呢 是在銷貨收入的35% 那其他所有的項目都可以 化成銷貨收入的一定的比率 那這個比率呢 當然你可以讓他 在你做銷售預測的時候 可以讓他成為 我在估計2002年的時候 採用相同的比率 當然你有足夠多的資訊說 我明年呢 我的銷貨成本所佔的比率 可以稍微比較低一點 如果你有足夠多的證據說 我雖然今年是佔60% 我明年可以是55% 所以你明年再估計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follow 2001年時期所產生的數字 或是銷款費用 你覺得你銷款費用 可以稍微再省一點 我們假設我們以實際上的數字為 實際上你估計到的數字為主 但是如果你沒有更多更好的資訊的話 那我們就假設說 那你至少可以用2001年的數字 來當作你2002年的估計值 那所以呢我們就把我們的損益表 這邊我們要損益表先跑 為什麼要損益表先跑呢 因為損益表的最終的一個數字 是稅後淨利 然後稅後淨利 你估計發放多少的股力之後 會成為保留盈餘 那你求算出來保留盈餘的數字以後 我們剛才在做財務預測 我們的程序是怎麼樣 你的估計在資產要增加多少 負債要增加多少 還有保留盈餘要增加多少 那保留盈餘呢 要先從損益表的計算過來 才會知道保留盈餘增加多少 所以我們真正在算財務預測的時候 那我們如果說要編制明年的財務報表 那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就先走所謂的損益表 那在先走損益表的時候 也不是完完全全我們損益表 就能夠一次走到底 因為我們這邊會有一個瓶頸在這裡 那各位先看一下 如果我們的所有的百分比都跟2001年一樣 那今天我們只要決定了 決定了我們的一個消貨收入的數字 那其他的數字大致上就能夠自動跑出來 比如來講我們銷貨收入我們2002年 我們是2500 就是25億美金 那其中64%是銷貨成本 所以我們銷貨成本會變成是15億美金 那我們的銷管費用 我們估計是他35% 所以呢我們算出來是875 8億7500萬 那所以我們算出來我們的那個 稅息錢盈餘就變成125 1億2500萬 那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的消貨成長率是多少 25%對不對 那我們2001年的稅息錢盈餘是多少 是1億美金 所以你就會觀察到呢 我們的那個稅息錢盈餘呢 也比前一年成長的25% 然後這個利息費用呢 這是我們剛才所講的瓶頸 利息費用呢 我們現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有2億美金的 必須要繳利息的負債 那我們假設這2億美金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要交利息1600萬 可是呢 我們不太知道我們今年 我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的目的事實上是在估計 今年需要多少的資金的缺口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的資金缺口 決定要用舉債的話 那我們的利息費用 就不會只有1600萬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可能年初就必須要去舉債 然後讓這個舉債的那個 呈現在我們的資產的擴充上面 那我們資產擴充了以後呢 那我們就要產生額外的利息費用 但是我目前沒有辦法知道說 我今年會增加多少的舉債 那所以我還是暫定 而且我也不一定要使用舉債 如果說我們後來發現說我們的資金缺口 完全要用發行新的普通股的話 那我理論上我的負債就仍然是我 現在賬面上兩億美金 所以這1600萬就直接可以用到底 但是我目前不知道我會增加負債 所以我們就先用這個1000 先把2001年的1600萬的數字借過來 OK 那借過來以後呢 我就可以算出稅錢盈餘 是10900萬 然後呢 我們大概就是抓個40% 他這邊有45路 所以我這邊就是4400萬的所得稅 所以我的稅後金利是6500萬 然後再乘上30% 好 我這邊就抓個1900萬 所以我最後的保留盈餘的增加是4600萬 好 我要先算出來這保留盈餘的增加4600萬 我才能夠走到下一步 好 下一步其實你可以分為資產負債表的左邊跟右邊 那資產負債表的左邊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假設所有的資產都會跟銷貨的成長成同比率成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我們資產的規模是多少 10億美金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 銷貨成長率是25% 所以我們的資產的規模 每一項都會成長25% 那成長25%以後呢 那當然就會所有的資產的總額也會變成12億5000萬 因為我原先是10億嘛 然後我成長25%就變成12億5000萬 那逐項的數字我就不 逐項的來講 但是總額是1250 好 1250 那我們來看一下負債跟業主權益 負債跟業主權益稍微就要注意一下喔 我們除了第一個 因負債款跟因際負債 它會隨著銷貨的規模增加和增加以外 其他的負債的項目是不會增加的 至少在我們還沒有決定融資之前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我這邊有 1億2500萬 OK 就增加了25 我們剛才其實在我們的 檢要公司那邊稍微有算了一下 我們增加是2500萬 OK 然後呢 我的保留餘餘 增加了4600萬 是剛才上一頁的損益表 所算出來的 暫時的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們只能講暫時的 因為我們不太清楚 我們等一下會不會去修正 那個利息費用 那所以呢 這邊增加25 這邊增加46 我們 我們 資產負債表右手邊呢 只比2001年 增加了7100萬 OK 我們看左手邊是多少 1250對不對 右手邊是多少 1071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這兩個 這兩個黃色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暫時沒有增加的部分 好 那個 我們剛才 來計算了一下 如果依據我們 新的銷貨水準的話 那我們在 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 總資產的部分 會是 1250 就是 12億5000萬 但是呢 我們如果依據 我們新的銷貨水準 然後所估計出來的 我們的負債跟業主權益 考量了 自然而然增加的 舉債程度 2500萬 考量了下一個年度 的銷貨 稅後淨利 然後保留盈餘 這樣的計算過程 所求出來的保留盈餘增加量 是4600萬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 所得到的一個負債跟業主權益 不考量 融資需求 之項 我們的數字是1071 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 179個Million的 一個 資金缺口 那各位當然一定會想到說 奇怪 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用我們的 減變公式 所算出來 是180.9 那這邊怎麼是179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才所用減變公式 算出來 基本上的一個假設是 我們的稅後淨利率 2.52% 是維持不變的 OK 那各位當然知道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消貨水準跟稅後淨利之間的關係 不是一個直線型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利息費用 它是一個 從我們剛才的運算來講 它是維持不變的 如果維持不變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的稅後淨利率 應該是比剛才的稅後淨利率 要高一點 對不對 因為如果它是維持不變的話 理論上 所有的費用 應該都是要成 同比例增加 但是我們這邊 雖然我們的消貨水準是 25億美金 然後前一年的消貨是 20億美金 但是我們在計算 利息費用的時候 都是一樣是1600萬 所以它就沒有同比例增加 所以呢 我們這邊的 資金的需求 就稍微比 剛才用公式的 那個資金的需求 要少一點 也就是說 因為 理論上 我們這個case的 稅後淨利率 應該是比較高 至少在目前的階段 它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們 沒有考量那個 利息費用成 同比例增加 所以你看出來 我們這邊的資金需求 稍微是比較小一點 那現在說 好 那我需要 籌資179個Million 那我要如何籌資呢 我當然可以 全部 179個Million都舉債 也可以全部 179個Million 都發行新的股票 也有可能 各自佔一部分 對不對 那當然 你如果 正在財務經理人的一個立場 你可能要做的就是說 那我就算一下 如果全部都用舉債的話 那我財務報表長得怎麼樣 我的EPS怎麼樣 OK 那有沒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那你很可能也算出另外一套 那全部都用現金增資的話 那我財務報表長得怎麼樣 那我的EPS怎麼樣 然後我再考量一下說 有沒有現在的優點跟缺點 那你很可能 部分的 有一些說 那我如果30%舉債 70% 現金增資 或是50% 50% 那各自對財務報表 各自對你的EPS的影響 各自怎麼樣 那你很可能去選擇一個 最符合公司 想要有的 包括資本結構上面 包括說 有沒有影響我們的一個契約的 因為我們通常來講 在之前一定有跟別人定過一些 債權方面的契約 那個債權方面的契約 很可能會要求你 這個舉債幅度不得超過多少 不得發行新債 或不得發行怎麼樣的一個證券 那我們很可能都要把這些 全部考量進去 那所以呢 我們可能真正的決策不是 只有說 那我們就假設來舉債 或是怎麼樣 那所以 那個各位要了解 如果 當你們去當財務經理人 或是你們去當 公司財務部的一個 從業人員的話 你很可能要算出來 是不同的一個 籌資的一個計畫 看哪個計畫是最合用 那我們這邊呢 就比較簡化來講就是說 我們就只 考量一個 alternative 就是說 好 那我們既然有資金缺口 179個million 1億7900萬 那我們就依照 我們現有的負債 各位 如果你去看2001年的資產負債表 你一定會發現說 我們的應付票據 1億美金 然後我們的長期負債 1億美金 那事實上呢 這個應付票據 1億美金跟長期負債 1億美金 他的比率 跟我們的流動資產 5億美金 我們的固定資產 5億美金 各自是1比1的 那個比率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流動資產 跟我們的固定資產 各佔一半 所以我們在舉債的時候 至少是那種應該負利息的那些舉債 你會發現 應付票據跟長期負債 也是1比1的比率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新增加我們的負債的話 他應該蠻容易就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 我仍然也是一半一半 一半用短期負債 一半用長期負債 OK 那這邊呢 因為是179個Million 然後呢 我們就 假設有 其中有90個Million 是來自 應付票據 有89個Million 來自 長期負債 那他這邊其實 做這樣的分配 其實沒有 太大的一個 財務報表上面的一個 含義在那裡 因為 這邊來講 他都假設所有的負債 他的利率都是8%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決定我們的 籌資是這樣子 這個179個Million 全部都來自負債 我們只是 對半分 一半把它放在短期負債 一半把它放在長期負債 可是呢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 如果如此做安排的話 那我的 原先所估算的利息 就有一點點低估了 因為 我們原先在 損益表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的利息費用是 仍然假設它是跟 2001年一樣 OK 所以我現在就 決定了我的一個 籌資的一個方式以後 我可能要跑回去 重新再算一次 重新再算一次說 那我真正的 資金需求 難道就是179個Million嗎 那所以呢 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我們選擇的籌資方式 是 舉債 所以呢 我們的 利息費用可能要增加 如果 利息費用增加的話 就代表呢 我的保留餘餘可能會減少 保留餘餘如果減少的話 你如果回過頭來 就想說 那我179個Million夠不夠 可能就不夠了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要 跑回去再 讓一次 如果說 我們這邊的籌資計畫 完全就用 現行增資 就是發行星的股票來籌 這179個Million 那 我們其實現在就不用再 做任何的 運算 因為 你會發現說 如果 我現在 179個Million完全是用 發行星的股票 那你直接就 把股本 增加179個Million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兩邊就平衡了 對不對 因為 我也不用再回去修正 我的利息費用 因為我的舉債 仍然維持不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那個 最終的一個數字 就是你要去籌持 179個Million 然後你用 限定政治 用增加股本的方式 來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你唯一很可能 要去注意一下說 那我的每股盈餘 會不會因為我增加 多少股本以後 多少的流動在外股數以後 然後會不會下降 OK 那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很可能 如果決定要舉債的話 那我們要跑回去 修正一下我們的利息費用 所以我們呢 計算一下 我增加了179個Million 然後以現行8%的利率來講的話 那我的利息費用會 必須要增加那個 14.32Million OK好 然後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增加到 30個Million 原先是16個Million 但是考量了 我們現行的那個 那個下一個年度會增加 179個Million的舉債 所以我們的利息費用會增加 1400萬 這邊當然是有 四捨五入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變成 30個Million 所以 你稅息前的淫於之前的數字不會被改變 但是我的利息改變了 所以我這邊就會變成 95個Million 然後呢 所得稅 乘上 40% 38個Million 然後 57 然後扣除掉 發放 30%的股利 那我的保留盈餘就變成 4千萬 好 那這邊 你要記住 我們上一輪 之所以算出哪 179個Million 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 在第一輪的時候 我們這邊估計出來 我的保留盈餘是4600萬 所以那邊才必須要算出 179個Million 但是如果說我 把回來修正一下我的 利息費用以後 你會發現 我的保留盈餘 要跑回去修正了 它不是4600萬 它只剩下4000萬而已 OK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短處 所以呢 我們可能要跑回來 看一下 我們的資產負債表 經由我們的調整以後 會展成怎麼樣的一個轉變 那在資產面來講呢 是維持不變的 因為我們剛才所在做的是 融資方面的安排的調整 那融資方面的安排調整 它會改變局債的 Balance 然後它也會 因此而改變了 保留盈餘的修正數 所以呢 它對於資產面的話 是沒有影響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如果把我們的安排 把我們的179個Million 其中90個Million 放在應付票據的增加 另外89個Million 放在長期負債的增加 可是因為這兩個項目增加以後 我們原先只是打算 打算增加179個Million 可是沒有想到增加這179個Million的負債以後 我的保留盈餘反而減少了6 也是減少6 我們本來是246 對不對 可是我們保留盈餘 在如此調整之後呢 就變成240個Million 就是2億4千萬 OK 所以呢 你又看到了 我們左手邊呢 就變成多少 1244 1244 那變成1244就代表什麼樣 你還是不夠 我們剛才說想舉債179 可能不夠 所以我們很可能一次要舉債 舉多少 要舉到185 也就是這樣 你要增加600萬的一個舉債 那你如果要再做的話 你很可能就把各自放3個Million 在應付票去跟我們的長期付債上面 各放3個Million 那當然你很可能會追溯下去說 那陳老師 那是不是多出6個Million的一個舉債 我們來繼續去追溯一下 他增加多少的 利息費用 OK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 後來發現說這樣做 可能 會影響那個 財務報表的程度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財務報表其實是 有四捨五路的 OK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增加了600萬的 6個Million的一個舉債的話 你利息費用增加多少 利息費用增加0.48 OK 0.48 那可是你要不要忘了 這0.48 非常接近0.5 那你說陳老師 你怎麼可以四捨五 那你再往下走 你不要忘了 就是說 我們真正的那個所得稅是多少 0.4 就40%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的那個 保留盈餘的數字 其實就非常的小 因為保留盈餘只是你的那個 你知道你的真實的那個 利息費用 是0.48 然後你會影響到保留盈餘的程度 是一減掉0.4 再乘上0.6 所以它對於保留盈餘 就不太可能會起修正的作用 就會Stable在40個Million那裡 OK 所以呢 我們沒有再去做第三輪 因為真的如果有影響的話 影響也會比較微小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做了兩輪 對一個調整就好了 所以你真的籌資的話 就要籌資到1億8500萬 你還是要把這600萬補上 但是它不會再影響你的損益表 如果不再影響你損益表上面的數字 就不會影響到資產負債表的數字 因為你的保留盈餘就不會再調整 所以我們大致上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樣狀況你就發現說 我的損益表出來了 我的資產負債表也出來了 那其實你這個損益表跟資產負債表 都可以利用在Excel上面 你去設定一定的程式 然後你可以做第一年 那你也可以做第二年 也可以做第三年 第四年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 你如果公司想要看看說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去籌資 然後要籌多大的額度 因為我們在上禮拜有跟各位提醒 你不能說一年一年這樣來算 然後每年每年你都跑去跟銀行 或是跑去跟證券商 然後去說明說 我今年想要籌多少的股票 我今年想要去跟銀行借多少的錢 我們通常會以三年或五年為一個區段 然後去進行比較稍微大規模的一個投資 籌資的一個規劃 那每隔三五年去籌一次資 最主要就是說 你不希望你的財務部門每年都在那邊 為了籌資這件事情 然後花很大的精力在哪裡 所以你會把十年的財務規劃 預測出來 然後你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說 每一年都需要個一億多少萬 那我們可能每三年 我就籌資個六億元 或是五億元 然後呢 或是每五年籌資個十億元 依此類推 然後我們可能籌來的資金 可能比我當年要使用的多很多 然後其他的部位就會放在流動資產 裡面做有效的應用 OK 所以這是財務預測的一個做法 那這財務預測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們常常會 有些同學到大三大四 必須要去面試 去爭取 那個暑期公讀或是 爭取一些正式工作的機會 那這個暑期公讀跟正式工作的機會 會有些公司會要求你用 Case Interview 就是個案的Interview 就是可能他會 在給你兩個小時 丟一個個案給你 你可能是獨自完成 也有可能是跟幾位 同時去面試的同學 一起去完成 那大家去分工 那通常那個Case Interview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 蠻多的Case都會要求你去做一個未來的規劃 比如說你去設廠 比如說你去要進入一個新的市場 或是公司就要你做一個規劃 那個規劃裡面非常有可能就是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財務預測 其實任何的Case一定都會有財務的層面 所以我希望說至少各位同學要很清楚 其實財務預測可以很簡單 在你的Excel上面去做 所以我們當然在這邊不會要求各位在 起末考的時候去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財務預測的Excel的一個運作 但是站在你自己的benefit 你很可能可以去寫一個Excel的一個model OK 那你可以把你的那個預測的資料 都放在那個Excel Spreadsheet的上面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下面的財務預測的模型 你可以在上面 比如說你假設明年的 或是未來五年 你的成長率是20%的話 你的資金需求就多少 如果是30%的話 你的資金需求就多少 你可以變化一個數字 然後你會發現下面的Focus model 就可以完全跑出來不同的數字 那這個東西你們自己可以回家 利用一點時間去跑跑看 好 那這是所謂的財務預測的部分 那我們在接下來 要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所謂營運資金的管理 那我們有跟各位在開宗民意的地方有講過 所以財務管理人員 四大的決策領域範圍 第一個當然是投資決策 第二個當然是融資決策 OK 那第三個呢 就是鼓勵政策 那鼓勵政策 當然是我們前面兩個禮拜所講 然後接下來就是營運資金管理 營運資金管理事實上 它對台灣的企業來講是蠻重要的 那最主要台灣有很多的企業 它是代工的 那代工的話 它事實上要跟全世界的其他的 比如說韓國啦 比如說日本啦 比如說很多很多的國家的一個 製造商 然後去競爭 所以呢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那個代工業來講 它的毛利率非常低 那毛利率非常低的話 它就要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去 讓它的盈餘 不要因為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費用 然後就把它侵蝕掉 OK 那所以呢我們底下要講的 營運資金管理 就變成是現在的 我們台灣的很多的 一個代工廠商 那它必須要去非常注重 它管理效率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底下要講的 它只是一個大概 的一個model 那也是只是用來 Demonstrate 用來解釋給大家用的 它真實的情形可能要有 真實的公司的資料 然後慢慢去try 慢慢去跑 因為真正公司的一個製造的 模式 理論上要比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稍微要複雜一點 好 那我們其實所謂 營運資金管理 什麼叫營運資金呢 營運資金當然就是 會計上跟財務上的定義就是 流動資產減掉流動負債 OK 那營運資金呢 其實它的屬性 就跟公司營運活動 直接相關的資金的部位 叫營運資金 怎麼來講呢 我們說營運資金為什麼定義為 流動資產減掉流動負債 各位想想看流動資產是什麼 現金 有價證券 然後再過來應收賬款 然後再過來存貨 然後呢 流動性的負債是什麼 我們剛才所講的應付賬款 跟應付負債 然後應付票據 主要就是這兩項 那所以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營運的活動 直接跟這些資產 跟負債的項目是有關的 那你直接來看我們這邊 有一個營運循環的一個 示意圖 這營運循環的示意圖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假設我們一般的產業都是 製造買賣業 所以製造買賣業就是說 我可能進口原物料 然後我把產品製造出來 那產品製造出來以後 我會賣給我的顧客 我的顧客可能是下游廠商 也可能直接就賣給我的消費者 OK 那不管是賣給廠商或賣給消費者 他應該這個 示意圖應該都可以用 那比如說 我們接到我們客戶的一張訂單 我們假設 假設我們是洪凱還好 那洪凱很可能會接到一張訂單 這個訂單很可能就是說 我要組裝100部的手機 100萬部的手機 或100萬部的電腦給我的客戶 那洪凱的話 他必須要去進口原物料 然後去把它組裝 OK 所以呢我一剛開始 我會接收到訂單 接收到訂單以後 我必須要去跟我的 component的廠商 我的supplier 去訂我的主件 然後我要進行組裝 然後賣出去 所以我會先 press order 就是我跟我的供應商下訂單 那我供應商呢 經過一段時間 他就會把他的原物料 送到我的工廠來 那他把原物料送到我的工廠來 我工廠就開始組裝了 我們假設就是 一張訂單 我們假設就是 全部的零主件就到位了 全部零主件到位了 我假設說 100萬部的電腦 就這樣 零主件就全部到位 那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開始組裝了 我當然組裝需要一點時間 我一百萬部 一天之間 就全部都組裝完畢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組裝 開始組裝的話 零主件的存貨 就慢慢慢慢往下降 零主件的存貨 慢慢往下降 自成品的存貨 就慢慢慢慢出來 OK 那零主件的存貨 慢慢下降 自成品的存貨 慢慢出來 我們假設 這只有一張訂單 所以呢 一到訂單 全部的零主件 全部的那個存貨 都製造出來以後 零主件的存貨 就變成零了 全部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那個 製成品的存貨 那我們就全部都把 運送出去 那他在這邊來講的話 理論上他就不用假設說 一次就 運出去 他可能 可能 你也不需要 就是說 假設是 同一張訂單 就是說 他可能會怎麼樣 慢慢從最高點的時候 是零主件的存貨 然後慢慢自成品的存貨 製造出來 自成品存貨製造出來 我慢慢就賣出去 所以我的存貨水準呢 就 從最高點 慢慢慢慢降低到最低點 全部都賣出去 零主件 存貨也沒有了 自成品的存貨也沒有了 所以我整個就賣出去 所以呢 就會變成 整個存貨 會經歷一段時間以後 那由最高點到最低點 那存貨全部運算出去以後 就變成什麼 我們這邊就假設說 我們一般的交易的一個習慣 會有一段 應收賬款的期間 也就是說 我的客戶不會馬上把錢給我 他會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會變成應收賬款的一個期間 那應收賬款平均應該某一段期間之後 我才會回收到錢 所以呢 我就會有一段時間 我必須要去 基存一些存貨 然後會有一段時間呢 我就會有應收賬款 但是你要知道 一段是我開始製造的這個10點開始 因為我當初一剛開始是跟我的 supplier去訂零組件 等到他存貨進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要生產 那我們基本上你可以這樣假設 從這個10點開始 你應該就要有錢去支付你的零組件的存貨 然後從這個10點開始 你的員工就開始工作 所以你會有員工的那個薪水的壓力 所以理論上呢 我們應該從這個10點開始 要投入一些資源 去製造 然後很可能要等一長段時間以後 到這個10點 我才能夠收回現金 那這個收回現金呢 當然我可能的做法就是說 我就還掉 我除了支付員工的薪水之外 我要還掉我的應付賬款 因為我有跟我的零組件的一個廠商 要應付賬款 然後再結算一下說 我到底有沒有賺錢 對不對 那所以這整個是一個cycle 你就會發現 你理論上應該從這個10點 就要投入錢 然後到那個最後那一條線 你才能夠回收錢 那這一段期間 所經過的日子裡面 你都必須要 必須要去借錢 來支應這整個operating cycle OK 我們就把這個存貨 需要的期間 跟應收賬款 需要的期間 兩段期間加起來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營運方面的循環 為什麼把它叫做是一個循環呢 因為你從這邊投入資源 從那邊回收資源 然後這整個營運的循環 才這樣完成 然後你才能夠看到說 這個你賣的錢 減掉你所付出的錢 然後你有沒有賺錢 所以這叫營運的一個循環 那也就是說這個營運循環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外因素的話 你很可能就必須要去銀行 從這個10點開始借錢 因為你要去買原物料 你必須要支付員工的薪資 然後你從這邊去銀行借錢 到那一邊 到那個終點的時候 你才能夠從客戶那邊收到錢 然後去還掉銀行的錢 還掉原先所支付的錢 然後看看說我有沒有賺錢 所以這段期間 如果不考量其他的要素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銀行去借周轉金 然後讓這段期間可以順利走過 好 那當然呢 我們後來就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修正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假設什麼 假設我們東西賣給我們的顧客的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間才會收到錢 那你很可能會訪問我說 欸 我跟我的原物料的一個供應商 我去訂貨的時候 他理論上也應該要給我一段時間 可以欠錢嗎 OK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說 你理論上應該從這邊投入資源 到那天才能回收 可是你有一段時間 你事實上是不需要支付錢的 比如來講 你的供應商可能可以給你寬限一個月以後 才必須要去把你的那個應付賬款付金 對不對 那員工也不是第一天過來工作 他就跟你要錢啊 他搞不好第一天來跟你工作 他要做滿一個月 我們才給他薪水 所以你理論上可以想像的到就是說 欸 我並不需要從這個十點 就必須要去籌錢 因為我們的交易習慣 我們的交易習慣是說 我可以拖一段時間再給我的供應商 應付賬款 員工的薪水我也可以拖一段時間 才給他一個月的薪水 所以我們就假設 如果這都是三十天的話 那前面三十天你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不用付錢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我們算出來說 欸 我整個營運循環需要九十天 可是前面三十天 我可以拖過去 因為我的供應商會給我一些 但是我後面六十天的話 就是說我們假設我們的營運循環 就是我們的存貨期 加上我們的應收賬款期 加起來是九十天 那至少前面三十天 我不要去借錢 我要第三十一天 我才去借錢 那所以呢 我真的要借錢的就是說 九十天裡面呢 有六十天需要去借錢 OK 六十天需要去借錢 所以呢我們這邊的一個邏輯就是說 先算一下整個營運循環裡面 你存貨由進貨 一直到把存貨賣出去 你需要多少天的時間 那第二個呢 你再說我應收賬款產生 一直到應收賬款回收 我需要多少天 那在這邊呢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邏輯 在這邊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怎麼去估計出來 我們的所謂的應收賬款的一個期間 我們理論上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存貨的一個過程當中 講存貨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假設一剛開始的時候 原物料的存貨 百分之百是原物料的存貨 然後呢 你越往時間往這邊移的時候 我們說原物料的存貨 就慢慢變成製成品的存貨 製成品的存貨就慢慢出去 OK 然後一直到最後呢 我製成品的存貨 全部都賣出去 所以我存貨水準就到零 好 那當然我們既然要算說 那我存貨從這邊到這邊 需要多少天 需要多少天 那我們如何去估計呢 我們這邊就用了一個方法 用了一個方法就是說 這是一個相似三小型的概念 我們假設說 我們從存貨的最高點到最低點的中間 這叫平均存貨 OK 那你就把它這個 我們就把它弄成是一個 相似三小型的概念 那這個中間只是平均存貨 那平均存貨你知道 我們原先最高點到最低點 這個三小型跟這個三小型會相似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三小型折到這邊來 那我們整段期間呢 就變成是平均存貨乘上這個天數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平均存貨的量 乘上我們的天數 事實上就是我們這一段時間 一個營運循環裡面 這個存貨的一個總量是多少 對不對 因為我們把這個平均存貨乘上天數 對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想要算 整個一個營運循環裡面 而且存貨需要多少天 它其實很簡單 你一年總共有360天左右 對不對 那一年裡面呢 能夠創造出來多少銷貨成本 對 我一整年的銷貨成本呢 事實上 我可以估算出來說 如果說我一個營運循環的一個總存貨的量 是我的平均存貨乘上我的天數的話 你知道一年是360天 那所有的存貨的一個量 一定會等於我的銷貨成本 所以我很簡單的就是說 我可以把銷貨成本 除以平均存貨 我們把銷貨成本除以平均存貨 我們這邊就把它叫做是存貨周轉率 注意喔 注意喔 我們有一些財務分析的 有一些財務分析的那個 存貨周轉率的一個定義是 Sales除以平均存貨 那當然你們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這邊用銷貨成本 因為我們的存貨通常是以成本計價 對不對 存貨以成本計價 那所以呢 如果要相對應 哪一個數字會比較正確一點 當然是銷貨成本 所以我們這邊就用 它算出來存貨周轉率 所謂存貨周轉率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一年裡面我的總銷貨成本 如果化成說我的存貨周轉期 存貨周轉期就是說 存貨由最高點到最低點 周高點最低點 因為我們最高點最低點呢 就等於平均存貨乘以天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計算出來存貨周轉 會周轉多少次 就是說我們 如果說我們的銷貨成本 是多少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銷貨成本 轉化成我的那個營運循環 那所以比如來講 我們的銷貨成本是100億 那我的平均存貨是20億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我的銷貨成本 必須在一年裡面 由高點到低點總共轉換了5次 對不對 轉換5次 那你知道一年有360天 如果我一年裡面 周轉的5次 那代表每周轉一次多少 就360天除以5 每周轉一次的話就是72天 所以我們這邊當然就是算出來 由銷貨成本除以平均存貨 你可以算出存貨周轉率 就代表就是說這樣算是一次 那你總共要5次 要跑5次才把一整年的銷貨成本 把它生產出來 OK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用一種方法 就是用銷貨成本 除以平均存貨 等於存貨周轉率 然後呢再用360天 除以我們的周轉率 就等於從 就可以算出來存貨的天數 OK 那相同的邏輯 也可以用在 應收賬款上面 應收賬款呢 除了你也可以假設 我們用那個周轉率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把每一年的Sales 只不過我們的分子分母 就稍微不太不一樣 我們剛才那個 存貨周轉率的時候 我們的分子是用消貨成本 分母是用平均存貨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要算 應收賬款的周轉率的話 是怎麼樣 上面要用銷貨 然後呢 我們的分母的話是用 平均的應收賬款 平均的應收賬款 那因為應收賬款呢 也是用售價來表達 銷貨也是用售價來表達 所以我們的應收賬款周轉率 事實上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其他的場合裡面的 應收賬款的周轉率也是消貨 所以應收賬款 那只不過說存貨周轉率 有些時候分子會用消貨 那我們這邊是採用消貨成本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基礎 應該是比較合理一點 所以你會算出來什麼 你會算出來應收賬款的周轉率 那應收賬款的周轉的天數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因為我們假設這個 每一家公司其實 每一天每一天的消貨的活動 應該相差無幾 儘管我們會認為說 有些時候週末 可能會比平日的消貨還要多一點 對不對 或是我們的節慶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的聖誕節 季節 那我們的消貨的速度 可能會比淡季還要多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來講 如果說我們的商品 事實上 每一天跟每一天的那個 消貨的活動差不了多少 那你會發現呢 你會發現怎麼樣 每一天的消貨 如果天一天之間的消貨相差無幾的話 如果我們認為平均每一位顧客 跟我們奢帳的天數 是差不多一樣的話 那我們假設來講好 如果我每天的營業額是一百萬 所以我每天營業額一百萬 就每天呢 會產生一百萬的什麼 應收賬款 我假設全部都是社銷好的 那所以呢 如果平均每個顧客用三十天 來繳上 就是三十天以後 他才付帳 付現金 那所以 你目前的應收賬款 就會是累積三十天的消貨 對不對 那所以你想計算一下說 那我平均每位客戶 他給我多少的一個 花了多少天才把他的現金 產還 那你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計算 你消貨的天數 除了你可以用這個周轉率 然後用三百六十天去 除以周轉率這種方式以外 他還有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說 應收賬款的天數就是你的那個 應收賬款 那當然你如果說你會有一些起伏來講的話 你可以用平均 那理論上如果說我們每天的消貨量差不了多少的話 那你的應收賬款的余額 那理論上就是已經非常具有代表性了 OK 那你就用應收賬款的余額除以每日的消貨 他其實會完全一樣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如果用所謂的那個周轉率 然後再用三百六十天去除以周轉率 那你會發現其實 得出來公式是完全一樣 因為第一個我們如何算周轉率 我們周轉率是什麼 消貨除以應收賬款 對不對 那叫應收賬款的周轉率 然後我再用什麼 三百六十天去除以周轉率 OK 那你的每日消貨 其實就是等於消貨除以三百六十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呢 你用周轉率去算的算法 其實就跟我們用應收賬款除以每日消貨 他其實是一樣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回過頭去看說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事實上也可以用 所謂的那個存貨的周轉率 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去看 對不對 OK 那只不過消貨是比較容易講的 因為存貨的話 那個存貨這一邊來講 我們通常去跟客戶進的存貨 很少是一天一天的這樣過來 當然有些客戶是可以做到 一天一天的那個存貨進來 但是我們這邊其實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看 所以我們的應收賬款除以每日消貨 他事實上跟你先算出周轉率 然後再用三百六十天去除以周轉率 他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你算出存貨的天數 算出應收賬款的天數 那這就代表呢 你整個運運循環 從你進口原物料一直到回收現金 你需要多少天 那在另外來講呢 我們可以積欠一些 accounts payable 那這個accounts payable 你可以用相同的邏輯去做 相同的邏輯 相同邏輯就是說 我們先來看看 因為我們剛才是用銷貨 去計算 所謂的存貨的周轉率 那我們的應付賬款的邏輯 你也可以怎麼樣 用購貨去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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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的應付賬款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銷貨去除以應收賬款 那我們如果要講說 那我平均的那個 那個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來源是來自你的購貨 購貨 purchase 那你們都有學過 會計 就是說 其實常常我們在 我們的那個 資產負債表 或損益表上面 看不出來我的購貨是多少 因為資產負債表上面 只會有存貨的項目 然後呢 我的損益表上面 就只有銷貨成本的數字 OK 那購貨的數字 事實上 是沒有出現在財務報表上面 那但是你應該會有 一點點感覺 說你這個購貨的數字呢 事實上我們說 期出存貨加上購貨 減到期末存貨 會等於我們的銷貨成本 那你由這個等式裡面 你說只要我的期出存貨 跟我的期末存貨 不要有太大的變化 那你的購貨 跟你的銷貨成本 就會非常接近 所以我們這邊 因為 你在一般的財務報表上面 找不到購貨的數字 所以我們就用銷貨成本 來取代購貨 那我們基本上的假設是 我期出存貨跟期末存貨 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所以我的購貨跟銷貨成本 基本上是 可以 讓它是非常接近的 OK 所以我們呢 也可以用銷貨成本 取代我們的購貨 OK 然後去除以我們的 應付賬款 就可以算出來 應付賬款的周轉率 然後再用三百六十天 去除以應付賬款的周轉率 算出來我應付賬款 平均經過多少天來支付 OK 那所以呢 你想想看喔 我們如果說 把存貨的天期 加上 應付賬款的天期 定它整以所謂的營運循環 然後扣除掉 我們所謂的那個 應付賬款的一個 地延期 我們應付賬款經過多少天 我們才去償還 OK 然後你剩下來的 就是所謂的Cash Cycle Cash Cycle Cash Cycle就是說 你必須要從這邊投入Cash 然後到那邊才得到Cash 所以我們為什麼把這個 叫做Cash Cycle呢 最主要你從這個十點 就開始要有現金 到那個十點才收到現金 所以這個Cash Cycle呢 就等於你要去銀行 借周轉金的一個天數 OK 借周轉金的天數 那我們通常不會是說 你總共我們假設說 我的營運循環是180天 那我算出來 我的Cash Cycle是120天 所以我每半年呢 只需要去借120天 其實我們不會這樣說 不會這樣說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營運循環 基本上是每天都在 有新的營運循環 你每次接到一個訂單 你就會有新的一個 農資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們 我們會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 去跟各位看一下 那所以呢 我們理論上是 先算出存貨 大概需要多少天 才能夠轉變為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需要多少天 才能夠變成現金 然後把這兩個天數加起來 然後再計算 我們平均有多少天 才會把我們的應付賬款付清 其實有些時候呢 這個應付賬款的周轉的天數 就是應付賬款的地延期 有些時候你不用計算 不用計算的原因就是說 你公司自己可以去決定說 我平均要多少天我去付應付賬款 因為你用實際資料算出來 跟你公司心目中 打算要花多少天去付清你的應付賬款 事實上是控制在你手中的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不會另外再去算應付賬款的周轉率 而是說我公司就決定平均 三十天三十五天或五十天 去把應付賬款付清 我只要follow這樣的一個 rule 那理論上就可以 那所以呢各位 我們這邊就來先看下面這個問題 其實我剛才有講 因為實際上一般的企業在運作的時候 他不會說一個營運循環完了以後 再去開始另外一個營運循環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都是continuously 就每天很可能都有新的營運循環可能會產生 那每天的存貨 每天的增加跟應付賬款的增加跟應收賬款的增加 那事實上也每天都開始 因為像我們剛才是說 存貨完了以後才有應收賬款 對不對 那真實的情形應該不是這樣子 那真實的情形我們如何來 估計說我們平均需要的存貨的天數 是多少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我們要判斷說我們存貨平均 需要多少天才變成 就存貨在我們這邊待多少天 然後應收賬款要多少天才收限 其實我們平常常用的方法都是用 用這個 用這個天數的方式 比如說 好 我們平均來講 我的應收賬款 是多少 然後我每日的銷貨是多少 我由這樣的去判斷說 這個應收賬款在我這邊多少天 那存貨的話也是一樣 存貨的話 當然有些時候 你不是那麼容易就得到銷貨成本的數字 那他就很可能就是說 好 比如說像戴爾電 我們舉199697年的時候 戴爾電腦 我們平均每天的銷貨大概兩千萬美金 那他的 平均存貨 他事實上是 先從 平均存貨去 出以銷貨 這樣的一個 邏輯去得到說 我平均存貨大概有多少天 他一剛開始的時候 平均存貨是31天 那31天怎麼來的 他很可能就是說 我就把那個 這個存貨的餘額去處理 每日銷貨 兩千萬美金得到31天 所以我們還原回去的話 就是說 我的存貨的那個 天數大概 存貨的那個 餘額大概就是 兩千萬 乘上31天 就是六億兩千萬 OK 六億兩千萬 這個DSI的話是 Days of Inventory 就是那個 Inventory平均的天數 所以 那個 存貨的平均 是31 所以我這兩個 數字應該相反 存貨是 620個Million 然後應收賬款是 42天 DSO的話是 Days of Account Receivable Outstanding 那個O的話是 Outstanding 應付賬款平均的天數 是33天 那他這邊也是用 銷貨去存 OK 那所以呢 他的應付賬款的話 就是 660個Million 六億六千萬 OK 那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說 其實我們 一般的公司 我們通常 短期的資金 去供應短期的資產的需求 長期的資金 供應長期資金的需求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這邊有 營運上的需求 我們扣除掉 我們的現金 我們現金 就不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你看看 我的存貨 如果平均 我的存貨跟應收賬款 如果任何一個 10點 在我的 流動資產的項目的總和是 14億6千萬的話 那我這邊的應付賬款 自己 只能夠支應 6億6千萬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 任何一段時間 都必須要有周轉金 跟銀行去借錢 跟銀行去借錢 你就會產生應付票據 因為你跟銀行借錢的時候 銀行一定要有 債權上面的憑證 所以通常來講 銀行會給你 八億美金的時候 他會把八億美金 撥到你的帳戶裡面 但是呢 你必須要給他一張 八億美金的一個票據 所以我們才會用 應付票據的方式 然後來呈現我們的 短期借款 所以應付票據 其實就是我們的 短期借款 OK 所以呢 他任何一個 10點呢 就必須要有 八億美金的應付票據 那這八億美金 是需要 付利息的 那一九九六年 九七年的時候 他的 短期資金的資金成本 是每年是百分之六 所以你這個需求 是從頭到尾 一年到頭都需要 這八億美金的 因為我們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就假設我們的 這個營運是 continuously再產生的 對不對 任何一個 10點都需要 這個八億美金 那你想想看 這八億美金 你所付的 應付票據的 利息成本 八億美金 乘上百分之六 是多少 四千八百萬美金 這四千八百萬美金的 利息 是佔他 當年的 當年的 前一年的 稅前盈餘的 百分之二十五 ok 也就是說 你的 短期借款 所付掉的 那個四千八百萬 是一九九六年 那個 大野公司 他的稅前盈餘的 四分之一 ok 那後來隔一年 他改變了 所謂的 一個 營運資金管理的 一個思考邏輯 ok 他改變了邏輯 是怎麼樣 第一個 各位了解 戴爾電腦 他的一個 business model 是怎麼樣 他進口 進口原物料 進口那個零組件 然後零組件 組裝成電腦以後再賣出去 那當然 他現在這個零組件的組裝 可能都已經委託 鴻海啦 或是其他的 台灣的廠商 去做這樣的事情 ok 但是呢 如果在帳上來講 如果說 他當初的零組件進來 然後就變成是 如果是 帶來電腦的存貨 那 所以 如果說 如同我剛才這樣講 如果我需要 一百萬部的電腦 那我一次就進口 一百萬部電腦的零組件進來 那這個一百萬部的零組件 從今天開始就變成是我的存貨 然後他會覺得就是說 難怪我的存貨都降不下來 所以他要怎麼樣 他就有一種 稍微比較 可能比較 以零為禍的一個 一個策略 他以零為禍的策略就是說 好 我們假設今天他的原物量的廠商 是 是台灣的某一家廠商 我們假設他是鴻海 他就跟鴻海講說 我需要一百萬部電腦的零組件 你要幫我準備到位 但是 我不要你馬上一百萬部運給我 你分為五次或十次運給我 每次只給我一部分 OK 所以我的存貨呢 很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我第一個禮拜 我假設我的組裝的量就是 十萬部 所以你第一個禮拜 就運給我十萬部 但是你一百萬部的 的存貨就要ready在那裡 你只不是說 你一次運給我十萬部的零組件 十分之一 OK 然後呢 你必須要去設一個倉庫 或是怎麼樣 其他的九十萬部 就放在你的倉庫裡面 放在你的倉庫裡面 就不是我的存貨 而是你的存貨 OK 所以他的零組件呢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大的買主 所以他的供應商 理論上就不太敢怎麼樣 不太敢說no 他就依照他的那個 的一個邏輯去做 就是說我把一百萬部的 電腦零組件 可能放在某個倉庫裡面 一次運給你十萬部 所以我的存貨一直都 用存貨來看的那個天氣 就會比較少一點 OK 所以呢 他第一個邏輯就是說 他就用不同的一個採購的方式 採購的合約 然後當然這個採購的合約 不會影響到 他的一個組裝的一個行程 所以他就把他平均的 存貨的天數 由三十一天 就降到十三天 降到十三天 這是非常大量的降低 這個降低完完全全 就只是 座帳上面的一個技術 他的存貨量 他運送的那個 那個行程改變 然後讓他可以在那個 資產負債表上面的存貨的 平均余額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OK 所以從三十一天 就只變成十三天 那第二個呢 他的應收賬款的一個 一個改善 那應收賬款的改善 事實上是這樣子 他大耳電腦他有一個客戶 那他跟客戶還蠻熟 那客戶他本身也是一個 一個銷售的一個機構 那這個客戶有一個 帳戶管理的一個軟體 這帳戶管理的軟體 可以讓你對於每個 欠你錢的人 可以做非常 詳盡的一個monitor 這個monitor 就是說 他很可能會 原間設定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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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的一個 繳帳的一個目標 比如說三十天 就很好了 然後當然有些人 會比較乖一點 他在三十天 到期之前就 繳錢 那有些人會 比較批一點 就在三十天以後 還慢慢的慢慢的繳 那以往來講的話 戴耳電腦很可能 不是非常的care 他反正就是 最多是 寄個吹腳通知 或怎麼樣 那這個軟體呢 可以讓 戴耳電腦去掌握 如果那些 比較乖的 比較早繳帳的 他就比較早去吹收 因為他知道他的習慣 就是會比較早繳帳 那那些比較皮的 那一些客戶來講的話 他很可能就會有一個 稍微有一個警惕的 一個 一個機制在那裡 他說你如果不準時繳帳的話 下一回我如果有新產品 我很可能就不優先 送到你的 那個 供應商的一個據點 或是你如果緊急調貨的話 我也會比較緩慢去組織 他就會讓那一些 原先比較晚繳帳的那些 開始會提前繳帳 所以平均來講呢 他從1996到1997 他就可以減少 那個 應收賬款流通在外的天數 由42天變成為37天 這個五天的話 事實上就已經是非常 不錯的一個績效 因為他是你的顧客 你不太可能 用太嚴厲的方法 要不然這個顧客就跑掉說 你對我那麼小氣 我就找別人 買東西就好了 我就不賣你的東西 所以他 不太像說他可以對經銷商那樣 因為對經銷商來講 他是買家 而且他是非常大的買家 所以通常來講他有一種獨佔的 或是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 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講財務績效 跟競爭環境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你會有那個 買家的議價能力 你會有那個買家 buying的那個 預價能力 如果有買家的議價能力 通常就比較容易去 做到那個 與取與求的那個 但是如果 如果你的 顧客對你來講的話 你不太敢去 你可以exercise你的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因為你畢竟需要他的 那個購買 那所以呢 他因為這個 DSI跟DSO 兩個就已經改善了 23天的那個 那個 營運循環的天數 就縮短了23天 然後另外呢 最主要的一個 改良處是在哪裡 是在他的DPO 就是Accounts Payable 的一個 Outstanding 的Period 他原先呢 是平均 33天 就是說 他去跟 他的供應商 進口原物料 他平均33天去還錢 以往是這樣子 可是 我們剛才有講到 因為戴眼電腦 是一個非常大宗的買家 那你如果是大宗的買家的話 你對於你的供應商來講 你有溢價能力 你的溢價能力 除了你可以去跟他 要求他的那個存貨 慢慢的送過來 不要一次就送過來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拖欠他的欠款 應付賬款可以慢慢的還 不要那麼早還 那通常來講的話 那如果你是非常大的買家 通常你的供應商 會敢入不敢言 他不會跟你講說 那我以後就不幫你 因為 他是你的最大的客戶 所以通常來講 只有他對你去 實施他的那個 溢價能力 你通常不會反向去跟他 講說 那我以後不賣給你 所以他就把他 付款的期限就 大幅度的延後 從平均33天 延到54天 就是他平均款管的期限 就多了21天 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對他有什麼樣的一個 改變 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營運循環 從13天 加37天 加起來多少天 50天 也就是說 如果平均一樣 每天2000萬的話 你在資產這一邊來講 你就有多少 有50天的 50天的一個 就是10億美金左右的 資產方面的需求 我們剛才呢 資產方面的需求是 14億6千萬嘛 到頭來 我們改變了以後 就變成只有 10億元 OK 可是呢 我平均付款的期限是 五十四天 如果我每天是 兩千萬的話 五十四天會變成多少 就變成10800 我們這邊會變成 一千 變成十億美金 這邊會變成 十億八千萬 你反而你能夠得到的那個什麼 融資的合度 所以融資是來自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就是 你的供應商給你免費的 那個融資的 如果是1080 那這個呢 應付票據就變不見了 因為這邊還大於那邊 所以呢 你等於是說 這個1080呢 那個八千萬的部分 到後來會變成為現金 這個現金是什麼 你的供應商給你的 免費的 那個 資金使用的一個權利 你只有八千萬美金 的那個周轉金 是完全免費 是由供應商借給你的錢 你不是跑到銀行借周轉金喔 是供應商免費提供給你八千萬的周轉金 OK 因為你的應收賬款 跟你的存貨 你的存貨的需求 就只有 十億美金 OK 所以呢 他就可以 把那個四千八百萬 原先一九九六年 他有四千八百萬的利息費用 是來自於 短期 應付票據 來自於短期的借款 那隔一年呢 這四千八百萬的利息費用 就完全可以變不見 OK 所以 他等於是說 改變一下 營運方面的 這個 思考邏輯 營運資金管理的思考邏輯 然後他可以讓他的那個 資金成本就可以減少四千八百萬 就可以增加 稅錢余於四千八百萬 OK 那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這個戴耳電腦的那個營運資金管理的邏輯 後來就被這些代工業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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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 也正是講說 戴耳電腦如何去欺壓我們的鴻海 然後後來鴻海 就用同樣的模型去欺壓他的供應商 所以 鴻海現在的儲貨管理 跟當年的戴耳電腦儲貨管理 非常接近 OK 我不曉得這個錄影帶講出去的話 會不會 那我會被告 OK 不過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這叫營運資金的管理 那所以那個 各位當然就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 現在的 財務經理人 以往認為說 最重要一定就是在 投資決策跟融資決策上面 但是因為你在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一個 邏輯之下 你會發現說 這個營運資金的管理 事實上是越來越重要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是Costco 如果你今天是統一超商 營運資金的管理重不重要 當然非常重要 OK 你可以想想看 像Costco 或是像那個 7-11 他賣東西的時候是什麼樣 收現金 你有沒有應收賬款的問題 沒有 可是他在還款的時候 他能不能捨賬 他可以捨賬 OK 他可以捨賬啊 比如說 你7-11跟某一家 什麼 去買米 他需不需要馬上就付現金給 米的供應商 不需要 他還是可以捨賬 可是你知道 他把米賣給消費者的時候 消費者能不能捨 實際上不行 OK 所以這個營運資金管理 為什麼我們覺得 就是說 做零售業做物流業 他某一種層次來上 他是資金的供應者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所賣的東西 都可以收現金 但是他跟別人進貨 的貨物 他事實上可以慢慢還 所以他每天就有 免費的 供應商給他的一個 credit 對不對 因為供應商給他的貨 不用馬上給錢 所以他如果想家去利用 他這些資金 他甚至可以創造出來一些 額外的利潤 對不對 他除了賣東西 本身可以創造利潤之外 他等於是供應商也會給他 一堆 credit 這些 credit 都是免費的 他如果能夠想家利用這個現金 去做一些活用 甚至做一些投資 他甚至可以創造出一些 額外的一個 一個 資金方面的一個效益 不管是投資效益 或是運用方面的效益 所以 現在才會有很多集團的企業 他一定都很希望說 他自己的集團裡面 會有一些零售業 或是物流業 原來的道理就在這裡 那當然他們那個說 我管理 要做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因為你要知道他有賣了很多的食物 是會過期的 OK 那會過期的 你如果存貨管理做得不好的話 存貨的一些損失 當然就是要由你來承擔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 這個營運資金管理 他可能會是某一些財業裡面 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這是有關於這一張 那下面有一個 有一個例題 你們可以自己下去看一下 因為那都是直接運算的過程 好 所以我沒有說 我會說 你真是有關於 但這個人 有很多東西 我會說 他會有問題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